欢迎收看11月9号新主播点新闻 我是美思 高庭今天宣判大民主联合政宪主席兼麻坡区国会议员赛沙迪 被控四项创谋私信 浪用资金和洗黑钱罪名成立 被判七年监禁两边及罚款一千万令吉 若无法缴付罚款以四年监禁代替 法官阿扯哈表示 控发已经合理无意证明赛沙迪的指控 两项洗黑钱控转的刑罚同步执行 其他控转的刑罚分开执行 赛沙迪代表律师戈宾兵新向法庭申请暂缓执行令 以等待上诉获得批准 法庭宣布维持使用原来的70万令吉保释金 高庭在去年10月28号裁定 面对上诉四项控罪的赛沙迪表面罪名成立 必须出庭自便 律师表示 赛沙迪被判罪成不会马上丧失一言之隔 因为他还有两次上诉的机会 根据程序 赛沙迪可以通过上诉庭提出上诉 如果上诉失败 还可以上诉到联邦法院 换个焦点 针对沙迪人因为工作诈骗 厂被卖租载而受控缅甸的事故 沙迪警方继续关注 而后续的调查跟进和营救工作 由乌吉阿曼警察总部相关部门负责 沙警察总监拿督阿兹曼今天在州警察总部 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根据萨拉业刑事局案调查组的数据 警方接获52宗相关投报 当初共有81人受控 就如他在9月29号的新闻发布会所透露 其中30人已获救却安全回国 至于还在受控的人员 后续调查跟进及研究工作 他表示 将由乌吉阿曼警察总部相关部门特别小组 继续跟进 阿兹曼说 所接获的投报地区 包括来自石屋、美里、古镜及其他地区 主要都是受控人员的家属前来报案 并指他们是因为 相信外国高薪工作 如工作在赌场或酒店 可以赚取美金 去到当地才发现被骗 而受控在当地 另一方面 阿兹曼也说 萧拉业今年首十个月的商业罪案 损失额暴涨百分之84.67% 去年同时期损失额高达5740万令吉 今年的损失额已破1亿令吉 高达1亿0600万令吉 幅度非常惊人 他说 最严重的诈骗案有五大类 损失金额最大是投资诈骗案 虚假借负诈骗案264宗 损失额达200万令吉 63岁的男子 受反时表示 萧整岩在今早8点10分抵达四发地点时 死者西拉斯苏带的鱼体已在今早7点被削了叶沙巴 连贯道路工程清理地段的逐路工人巡货 鱼体在十八哥河及弄苏阿河之间的石头岸边被发现 距离死者被冲走的地点大约3公里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